其實要修的是G01宣言 然後早上可能介紹的有點簡短 所以我在這邊再稍微說一下 原版的G01宣言放在G01的官網上面 關於底下的一個臨時政府宣言 然後那是很多年以前寫的 所以原本要修這個東西 我們是好幾個人陸陸續續有過這個想法 然後零散地討論起來 所以也沒有很認真討論 到底為什麼要修這個 然後修了以後到底又能怎麼樣 那今天就有討論一些這個事情 所以我大概簡短地說一下一些討論的結論 就是雖然這個專案的名字叫做修憲 但是這是宣言 不是憲法 憲法是規定 就是你不能違反 是有規範性 這個宣言只是說建議大家 或者是一個目標 或是一個希望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前進的方向 所以它有點像是一個鼓舞大家的一段話 它並不是說規定一定要這樣子做 所以我們修這個東西到底是為什麼要做什麼用呢 修完之後一方面是希望它放在網站上 然後我們在做以後的行動的時候可以時時的回來回顧 我們也沒有繼續實現這個宣言 然後另一方面也是解除一些外界的疑惑 所以今天的進度是在這個HackMD上面 我們把舊版的宣言的原文貼上來 並且在底下開始非常自由的留言 就是對這一段話 你有什麼覺得需要修改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highlight起來 那底下就會有一些人 對這一段發表一些想法 那收集了一些這樣的討論的意見之後 我們再開始修這裡面的每一段的文字 所以今天有一些修改的版本出現了 像是最重要的第一段跟第二段 我們現在至少有一兩個版本放在這邊 那像是原本的第一段講的是 我們是致力於打造資訊透明化 我們就有一些討論是我們這幾年做的事情 可能致力的方向不見得是資訊透明化 這麼明確而且確定的目標 我們比較致力推動的或許其實是開放協作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覺得我們致力於推動 是多中心的組織方式 那這兩個價值應該要怎麼樣 誰應該要在優先的位置 還是兩個應該要並重 這我們就有進行一些討論 那另一個我們很想修掉的東西是 舊的宣言有說我們是去中心化並且實踐流動民主 這個在大著的考古裡面可能也會碰到 這個是在G01很早期的時候 我們的確嘗試了一些Liquid Democracy的系統 去作為決策的過程 所以當時的宣言寫了我們要做流動民主 但是其實後來這件事情沒有影響這麼大吧 我們沒有發生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決策都是透過Liquid Democracy決定的 那只是拿來測試的一個東西 所以去中心化也是這幾年 我們比較在修改或微調的一個原則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修正的版本 很希望修掉的就是把這兩個標籤改成比較符合現狀的 而且是比較我們想要前進的方向 那所以這是今天有提出來的一個修正的版本 再來一些比較小的修改也都在下面 但是討論的就比較少 當然也有些人說宣言希望修可以吃飽一點嗎 然後底下就有人說可以吃芒果乾 那這個宣言還在修訂中 大家要是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上來繼續留言 那用這個案子用這個專案說是修憲案 一方面也是其中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希望它的程序是比較透過大家認可的 所以並不是幾個人在這邊打一打 覺得應該怎麼改就怎麼改 那原始的提案人是一下背他是律師 所以他應該有一些關於憲法修訂的想法 比如說要集合成某某修正案 然後再開始patch進這個原本的宣言裡面 但是這可能要他來報告的時候會比較清楚 那最後再分享一下 中間因為我們在討論G01B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 然後覺得需要收集一下大家的意見 所以中間出現了一個三個關鍵G01B的三個關鍵字 這個hackpad 那就是收集一下大家覺得現在G01B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然後因為我給的例子很搞笑 所以底下大家就開始講得比較發散一點 那這也是一個歡迎大家繼續來貢獻的筆記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那今天的成果file到這邊 有沒有沒有cue到的 應該沒有吧 好 那最後想講一下就是 阿姨